这个赖兴德拼命说 我们有好多的国地友人都来挺我们了 好这其中还包括了这位女性 她是谁呢 美国的前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 Nikki Haley 她为什么要来呢 结果她来了以后呢 你看她说了什么话 她说美国人支持台湾 希望台湾成功 但她要欲请台湾人民 你们必须让美国知道 我们为什么应该要关心台湾 这是什么道理呢 为什么现在要说这一番话 都不是一向如此吗 美国不是一向都在说 力挺台湾支持台湾 可是现在说 你们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我们美国这样做 因为海力不知道 她不知道 找不到理由 对所以这位女性 她今天当着赖兴德的面 讲这个话 到底背后有什么用意 我实在是很好奇 你说是为了军事吗 国防吗 或者是更多 是来要什么吗 真的让人非常的好奇 我觉得刚好就凸显她的这个无知 当然我们知道 所谓的这个 驻联合国的这些代表 跟这些所谓的AIT的 这个大使的系统不太一样 然后他们不是类似 专业的这些外交人员 他不是整个在美国的 所谓国务院的大的体系 包括训练之后 所以对于中美台关系 各方面来讲 其实很精密的 所以就回到那个大塞问 就觉得因为我觉得他说这个话 就真的对凸显 就有时候就是如同 我们如果很不懂 每次在跟很多英文不好的人 要跟美国聊天的时候 也都在问人家的名字 问人家where you from 或什么之类的 问这些很250的 这些很中二的一些话题 我想其实现在是这样子 我想赖兴德在他鲁20当中 强调了一点 而且激怒大陆的一点 我想除了他的新两国论当中 主要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说法 就他就讲叫做国际的台湾 因为在赖兴德的心目中 作为他心目中的台湾 他跟国际应该是千丝万里的关系 台积电或等等 所有的台湾能够对国际 他的心目中就是国际台湾 就是我很难想象 就赖兴德的心中 就是台湾仿佛就像天子一样 是地球的中心 是台湾这样子 所以台湾跟国际的关系 方方面面 然后科技各方面 都是都有所贡献的 过去在疫情时代 都台湾can help 台湾can help the world 你可以想象当时陈志忠 我都快要吐了的那个 很吓人吧 台湾想象了多大这样子 而且花了钱在大外宣 这个就是其实赖兴德 应该是算是他 真的是在520当中 宣续的一个很大的目标 也就是说 虽然不断的刚刚提面 能不能建交 或被中国大陆断交 但他要做的这个关系 可是现在就海力真的打脸 那你们要告诉我们 当然要 你不要说告诉全世界 为什么你们要变成国际台湾 台湾跟关系 你要告诉美国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你 这个东西是 非常非常的可笑 而且事实上 他在这个参加凯亚格安论坛的时候 他不是也讲了吗 他说如果西方够强 阿富汗就不会落入塔利班之手 俄国不会入侵乌克兰 中东不会陷入战火 那结果他以上所说的都发生了 这就代表西方不够强 这个话是从他的口中直接说出 我觉得他的说法真的很像就是 你知道Texas或者是德州或哪里 当中那个乡下的老太婆 他对国际观考不清楚 他本来是要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西方够强 我们可以面对中国的挑战 然后我们从联合国他过去的credit 是不是 其实我当时找他 所以真的看走眼了 挑到一个就是 看起来算美美的这个大马克思 就是他的这个知识 这个国际的知识 但这一点也容我忍不住再讲一点 我一定要讲一下 刚刚刚其实历史哥讲的 非常非常详细有关于这个南美的关系 我让大家复刻一下 大家其实不要忘了 在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我们失去了十个邦交国 十个邦交国 这当中特别中南美洲 非常非常多 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巴拿马 怎么这些沙瓦多尼加拉瓜 宏都拉斯 这过去我们在背地理课本的时候 都我们当时邦交国都没了 现在是这样子 大家一定要想象的一个画面 首先我们在欧洲 唯一的部分就是梵蒂冈 梵蒂冈最近跟中国大陆的 没来远去谈的东西 真的就只剩下北京 他们最后一点点对于宗教问题 大概就会瞬间推进 再来的话 在中南美洲 只剩下贝里斯跟瓜地马拉而已 而南美洲 就像刚刚艺术哥讲 只剩下巴拉圭 如果你是北京 你要打脸赖清德 在520之后 而且赖清德 刚刚前面我讲的 国际的台湾内 而且他是台湾中心的总统内 当蔡英文十个邦交国的时候 如果我们切分来 你却在今年年底之前 没有一个邦交国 要被大陆作为这个目标 要断的吗 而这个断的当中 目前看起来 几率最高 嫌疑最大的 不是巴拉圭还有什么呢 所以我就从这个数字 跟地理位置角度来看 应该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是 台湾现在有潜艇吗 海昆舰 海昆舰 现在说明年年底前 交付海军 那当然了 是不是还要有更多的预算 来强化我们的潜艇实力 不过要讲潜艇的话 现在你看 有国外的专家 萨顿 他在国外的刊物当中 却写了这样的一篇 里面讲到说 中国最先进 可能也是全球最先进的 飞核潜艇 已经在中国的武汉造船厂 下水了 这039C型潜艇 它里面分析了好多好多 这个已经告诉你 全球最先进 一看到这个 那大家在想 那台湾现在还要比什么 来小舰长 我们先来讲 就是大家对于海昆舰 有各种的想法 然后还有各种的信心 那我现在拿出的这一个 是中央社的报导 中央社 不是其他 你们所不认可的媒体 他讲说什么 圆形舰就是海昆 那个性能比现役进步十年 现役指的是什么 也就是舰隆级 舰隆级在哪一年 成居在1988年 那它进步十年 那在哪一年 1998年 也就是海昆舰 还在上一个世纪 也就是你一直认为 海昆舰多厉害 没有上个世纪 那你说我们有这个 小舰长你不要乱讲 就是说有这个美军的Mark 48的鱼雷 对 但是你要先找到目标 你找不到目标呢 那如果你找不到目标 先被解放军找到了 那你不是招了吗 我们现在不是一天到晚 看到在东岸会有直升机的 那个航机吗 直升机为什么在东岸 因为东岸是最适合 潜舰作战的区域 因为它出海 就是离海岸线 十海里深度就可以到达 1000公尺的这深度 所以它最适合 然后解放军在那边 进行联合的战备警巡 那当然它就做演练 它的直升机 就直接反潜直升机 直接起来进行 见机的协同反潜 是不是有潜舰在下面 也一起的演练 那我们不得而知 那我们来看Sutton的这一篇 它其实这一个 是原来039的 这一个潜舰 那时候我就讲到说 它其实上面 变成一个菱形的状态 大家要认识 这个不是怪形怪状的 其实它是有一部分的 那个逆踪的能力 那而且它的尾部的尾舵 已经变成X型舵 我们之前不是讲吗 我们的海坤 也是X型舵多厉害 对解放军现在也是 它这一种X型舵 不管是在日本的苍龙级 或者是大金级 都用这种方式 为什么 因为它在潜水 就是比较浅的水 的控制性能很好 而且它可以作底 那如果是X字型舵的话 它没有办法完全作底 那也就是它的 作战的能力又有所扩增 那我们怎么证实的 其实是有卫星照片 这个不是Google 你真的可以Google的到的 这是它其他去买来的照片 那个解析度很好的照片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边尾部的地方 它是有两片的 那也就是我们讲到说X型舵的 主要的证据在这里 而且这一型舵 它已经有这个垂直发射系统了 垂直发射系统里面要放什么飞弹 这个就是一个大哉问 它是放所谓的英级21的 攻传弹道飞弹 还是放的是常见10 或者常见20的巡弋飞弹 这个就是大问题了 这个也就是我们一天到晚 在讲我们多厉害的时候 我们有想到我们的防御能力吗 其实没有 而且它这种潜舵 到底是布放在哪里 我们来看这型潜舵 其实它就布放在大蟹岛 以及象山岗这边 它就是在这个地区 那当然也要拿出照片来 也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 这个放大了 全部对 这个放很大 不然大家看不清楚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也就是上面 这个就是大蟹岛 这全部伸出来的一格一格 这个全部通通都是码头 那象山岗也是如此 那你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它的长度 这些潜舰的长度 都是039的这种长度 它不是我们所看到的094 或者是093这种战略 这种核潜舰它都不是 而且大家说 那个039怎么样 我再讲一次 这就是这一个中国大陆 当初跟俄罗斯合作 这个Kilo级潜舰的时候 它已经获得了很多这一种 也就是检震 然后静音的空气法 那这个部分泰国愿意买 也就是验证在解放军上面 实际上是可用的 所以我们来看 Kilo级潜舰在北约叫做什么 叫做深海黑洞 深海黑洞叫做听不到 听不到的 对 039是不是也是呢 这个我们可能还要继续观察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A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A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AS Low Your Care